这道菜就是咱展菜的代表 长安的葫芦鸡 好棒哦 大师 我们应该用这个观众话来介绍 可以可以 那么说观众话 观众挺不动 挺得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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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 来 更好 来 俺在这帮给大家介绍 好得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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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得好得恨 这个是在西安的名菜 现在的十大名菜之售的葫芦鸡 葫芦鸡 这个从咱唐朝的拱青 从开始演变到今天 这个就是工序比较复杂 工序要蒸要腌 然后再要油炸 这个菜从开始到可以做三天 第一天是腌制 第二天是蒸煮 第三天才油炸 我们在腌口 对呀 为什么